问萧何 借账好比桃园三千亿 要账好比请诸葛 不是本人不肯借指 因要账 太落 这还真得鼓掌 为什么呢 学徒这段定藤是八一年学的 到今年整三十年 一回没说过在民场上 实话 因为什么呢 这个当时不理解 这个人情世故 确实你得有过历练以后 你等我拿着当醒目上办 有了点历练之后 对这个 人情世故 对社会 对生活要理解以后 慢慢能体会出来 这个定藤诗的一个 确实深刻内涵 再加上今天来的 有几个好朋友 有上周来的 有没来 还有下午看 我对几个特高兴 临时了 我说把这个 你吓了一跳 不干丁 我说把这段说了 为什么呢 这段很有意思 您左 我跟您说您左 一进门来苏东坡 苏东坡 温文尔雅 是吧 名人在那个 这个东坡 这个纪念馆里边 叫一门三父子 都是大文豪 有这个 包括自己 卖的苏小妹 卖父秦少游 这都是文豪 文尔雅 一进门来苏东坡 韩信 作协问萧和 张良归见访 韩信为大汉朝 要访一个 天下都昭草的兵马大元帅 韩信给这个 张良见面以后 张良写了一个 绝书 那个 绝书的绝书 你能信 介绍信 说你拿着这个 上考里去 你就能当大元帅 韩信不服气 韩信说我这么大能的 我凭什么拿着介绍信去 我自个儿去不完呢 去了 到了之后 刘邦一看这人 冒不惊人 让你去 养马去吧 来 卖马去了 萧和一看 韩信是个人才 这才萧和月下 访韩信 萧和韩信 这有知欲知恩 萧和月下 算韩信 这叫韩信作用 萧和第二 借账好比桃源三结义 这借账 借钱一进门就账你 桃源三结义就账你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成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成 那好话说的多了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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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借人钱 我告诉你 撒月不还 撒月它是撒月 不一定是几年以后的杂月 啊 要是借账好比桃源三结义 要账好比请诸葛 拿了 请诸葛亮三请诸葛亮 好歹请没了 这玩意 要回来 要回来 回去 要让好比请诸葛 不是本人不肯借 只因要账太多了 学徒我总结两条 说的不对 各位老师您批评 您要想得罪人就两件事 要不您跟他借钱 要不您跟他要钱 您借的钱 把他得罪了 为什么 你跟他要不要 你要的 得罪了 你不要 你心里过呢 说他跟他借钱 你不借他 把他得罪了 所以就这两条 准得罪人 这社会有点意思 哎 所以这经常诗 我这一想 确实 因为上个书里边 咱们提到了一个 啊 这个童林在这个 本庄雄镇 长大了一春 也是为了 也是为了借钱 所以说呢 把这个史尊哥定长诗 合适不合适的 各位老师您批评 这主要是这么个意思 确实学了这段 三十年 我也没敢使过 不明白 后来我借完人钱 不还我 我明白了 这诗太深奥了 他做奖礼 您知道吗 啊 这么个定长诗 一进门来 苏东国 韩信所接万交合 借账好比桃园 三结义 药账好比请乌格 不是本人不肯借质 因药账才罗 那 咱们书接上回 这段童林出世 有上回没来的朋友 咱们简简单单把 上回的书 往回倒这么一笔 因为这个 隔了里三周 再往回说 我临时说 您没来过的朋友 不一定能够 知道上回说的是什么 同龄孔海川 放师命下沙 别开天地 令创一家武术 走到北双雄镇这号 进镇点响 打打尖 吃点东西 一磨兜 师父给这三两银子丢了 丢了墙里 师父说了一句话 说你这个 到镇点里头啊 如果遇见个为难招宰的事儿 你呢 找这个练武术的 打把是卖艺的 因为都是同行同业 人不亲一亲 亦不亲 刀把子亲 刀把子不亲 祖师爷爱亲呢 啊 祖师爷都是打猫肚 咱们一块您上那去 跟他们呢 大家求求帮助 啊 借点银两也好 是管你一顿饭也罢 同业想起这句来 这才 找这个打把是的场子 找着这么一个地方 看见了两位 少将客 啊 新年轻的 练武术的小把是将 在那带着几个师兄弟练武呢 一个叫两头舌流动 一个叫 韩庆 女士华韩庆 同临跟着二位 说自己 为难招宰了 想跟着借点银两 二位问同临说 您是练武术的 我们给您钱没问题 您告诉我 您这先行何处 师出和门 你先行何处 师出和门 您告诉我 我就给您这个 银两 凤师命下山的时候 同临 这两位老恩师 嘱咐过同临 你下山之后 别开天地 领床一家武术 你不能说自己的门户 啊 只要问你 你这武术哪学呢 你说我是仙传 跟吕东斌学 啊 这就是 这说白了 有点不讲理了 吕东斌教您两个术 但是呢 纵师命下山 我要创这个门户 那我就不能说 有个门户 我在 以赵我这门户 这不行 跟这个两个少侠侧 这儿后 言差以错 这个动手 打起来了 他们那个功夫 要跟同临比起来 那就差好几帧多远 啊 你紧过这儿 能往前一扔 那差好几帧多远 三下五出外 让同临给打倒了 打了徒弟 师父就得出来 在这儿开这个武馆的 这个师父 通编后雷春 是云南八个山 九宫八个联皇堡的人士 啊 在这儿练 开这个靶制场子嘛 有这么二十多年了 啊 人员也不错 而且呢 江湖上有写个 那陆林这样的好汉呢 那陆林的朋友啊 有个为难招宰 到这儿 雷春也是慷慨解囊的周记 徒弟挨打了 师父一听 那他得出来问 出来一问 跟同临说 你是哪儿练的武术啊 同临说 我京南八州 同临庄人士 我这是先传武艺 还是这一套 二人言差与错 同临跟雷春 把他动了手了 然后雷春的功夫多好 学徒我没瞧见 比那俩徒弟是强多了 但是跟同临也比 差的太大了 前文书学徒交代过 同临同海川在山上 十五年 二五经的功夫 每天除了睡觉 除了吃饭 一天二十二个时辰 按现在说二十四个小时 那起码得练这个 二十个小时的功夫 那相当于三十年的功力 所以说同临 掌打雷春 和这个云南八卦山 这就结筹了 这叫初级一掌筹 到后来打八卦山 打铁德和法缠 这都是热闹的回应 按照前面说好了 说同临你要打我 我给你二十两文银 同临把他打了 给了他二十两文银 同临拿着这二十两文银回家 他可不知道 是惹下了他天大火 后文书咱们有交代 简单捷说同临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京南八州同家庄 天已经黑了 天降大雪 同临没敢直接回家 绕着小路走到了自己的家宅 炕上看 从外出往里一看 家业凋零了 啊 前面说学徒交代过 同临 那家里边也是叫家道小康 三十亩的一头牛 老婆还对了上头 同临虽然没娶亲吧 但是二位父母双亲 堂千健在身体不错 家里买卖 这个土地种地也不错 啊 有点小买卖 我自己的书费兄弟同还 一家四口 挺和美 同临到这一看家业凋零了 翻身进去 没敢敲门 从窗户上顺着窟窿望里看 看自己的父亲同还 同还 自己父亲躺在床上 自己兄弟同还 端着药碗 你别乐 你别乐 等会我把你说进去 同临的心里难受 为什么呢 离家一十五年一点阴性没有 确实 自个儿心里觉得快对自己的父母 可是一想我现在要推门进去 就我同临现在是不敢说生存门 腰里边还有点银粮 就是在那打完人给了二十两银子 一路上同临省吃俭用 剩着这不到十两门银 在这兜里揣着呢 这我拿什么养家糊口啊 同临把这兜里银子掏出来 拿破裤包起来放在门槛上 啪啪一打门 自己一拧声蹭上房了 兄弟同还一搭成门村 出来关桥 四外无人 天降大雪 往外一卖腿的时候 脚可就踩着这硬疙瘩上 一看是门银 拿进屋里边给二位老人看 说这门口有个人放这银子 不知道谁给的 老太太在床上躺着身体也不老好的 老太太想看这是不是藏上爷给的银子 哪有藏上爷啊 同临 可就离开了京南八州同家庄 顶风暴雪 走村口 准备上哪准备进北京 上文书咱们正说的这 同临满寒着热泪 离开京南八州同家庄 虽然那时候是鹤夜之间 也没有北斗七星 也没有指路的路标 也没有更没路灯 但是终归是在这已经生活了十几年 虽然李家十五载 但是大方向便不错 八州在北京南边 自己认准了官道 往北要进北京城 一路无书 有书多长 无书则短 前面我也教得过咱们这书往快点说 咱找日往来给您教 上下路上这个 晕进个坑啊 走个坎啊 卖个柴尖土的 咱就给它骂过去 都能明白 这天光放亮 天还是阴沉沉的天 童年正然往前走 看着天色大概齐 一旦已然是 过午了 过了中午了 这一天一夜 这就叫水米没打压 紧了紧自己的裤带 童林继续往北走 这时候天就飘着小雪花里 童林在八州的时候 八州那下着大雪 童林一路向北 这边也开始飘雪花了 正然前行 童海川举目抬头关桥 一座雄伟的城门 出现在眼前 永定门 这个永定门现在这城门还有 学徒我那天特认真的啊 这个 就跟你说这刚才这个 在后海撂地的韩硕老师 他们家住那边 我把他们家怎么说出来呢 说哪个啊 我们站在城门里也看半天 我就看不出来这城门有多雄伟 啊 据这个 建筑学家呀 历史学家呀 啊 讨证说是 按原来的比例 啊 原来的材料修缮 也可能是啊 周边这个建筑参照物不一样 啊 周围周围有很多高大建筑 要把路就是不成河的 总看着好像不老那么 没有前面看着那个树 哎 这咱就甭说他了 童林要进北京 虽然童林没来过北京城 但是呢 跟自己两位老文师 啊 也知道说北京城 简单的也给他介绍 嗯 北京城天子的脚下大方之地 从原大都起 这就是帝王都城 啊 原明星三代的都城 据说是北京城是 刘国温所建 八贝哪吒城 这为什么叫八贝哪吒城呢 那说这个呃 有考证啊 说北京过去是一片仓房大海 啊 这个有地理学家啊 说从地理下挖出来这个 呃 贝壳啊 沙子 那都是大海里边的沙子贝壳 确实是这样 八贝哪吒城 修成这样呢 就是为了 镇这两条 涅路 说北京城下有两条涅路 你说这刘伯温呢 也是一个确实是 旷古其人之一啊 这也是 啊 这个刘伯温建造北京城 学徒啊 大概八几年上成都 上成都啊 那有一个叫武侯祠 武侯祠那边上茶馆 成都人喜欢做茶馆 哎 就拜龙门镇就讲故事的 老先生 天上给我讲故事 说这刘伯温呢年轻的时候啊 心高气傲 闲散散明 闲散明川 阿门走五月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说走到成都这儿啊 带着俩书童就进了武侯祠 进了武侯祠以后啊 到这正殿 刘伯温抬头关条上边挂了一块脸 不是现在一块脸 您哪位老师去武侯祠那儿还有脸 啊 不是那块 上面写七个字 前人军师诸葛亮 这刘伯温一瞧 诸葛亮 但是你是个军师 这没错 啊 你说你是前人军师诸葛亮 这个我还 他不服气 正所谓的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不服 诸葛亮有什么能的 一出世七夕也走翻车火烧不忘锅 净打败仗呢 你这个 是不是 说这痛成绩 你说那么美 你还是打败仗 你该摆着痛成绩 那你有什么前人军师 那诸葛亮上你把他不摘了 那会儿也没成过他 这武侯祠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祠堂 供人战役上供人烧香祭典的地 不像现在还要门票 那时候骨铁锅要遍 也没人管 这俩书童上去呢 把这扁摘 踩着木钩 搬着椅子上 我拿着扇子 在那里转 转上来转上去 等把这扁摘了 刘伯温扭向回头关桥 哭疼回来 这大扁的后的还快扁 你要不摘前面这块大的 看不见后面那块小的 那小扁也是七个字 后人军师刘伯温 哎 刘伯温扶了 这家诸葛亮厉害 前十五百年后诸葛温 您这个杨面诗天文扶啥之地 您是真的 这是传说 回京师有个回事 当然也是一个美好的这么一个说法 刘伯温修到北京城 说那里边有几条捏龙 怎么办呢 我得把这城修成八倍 哪这城 哪这大伙制的哪这老海 他专门制龙 哪这是三头六臂 不是三头六臂 不是三头六臂 是八头 三头六臂 这修离八倍 说这个 这个哪里的脑袋在哪 郑阳门 郑阳门是哪里的脑袋 所以郑阳门呢 有俩瓮城 那是瓮城 这一个城门 有一坑有一坑城 前上还有一 你别摔这个 这挺直前的 回去 有坑城 有俩城门 一朝东一朝西 说这个就是 哪吹的俩本 都 八臂 左边四个胳膊 重安门 东面门 王北 东治门 长门 这是左边的字笔 右边四个胳膊 宣武门 西面门 俯城门 西之门 八位 这两 两只脚 安定门 得胜门 叫足他安定 脚踩得胜 你是取天下太平 海燕河清 霸 刚哥 取冰灾的 赠飞椅 八位 哪吹城 北京城里 旧爱奇 皇城寺 五坛八庙 一口中 天字脚下 这是有规律 有尺寸的地方 这个五坛八庙 五坛 这个天坛地坛日坛 月坛四个坛 还有一些坛 在哪儿呢 在中山公表五色湖 这个地方叫 全名叫江山社稷滩 族称叫社稷滩 为五色土那儿 无重颜色土 黑土 红土 青土 白土 黄土 中国 版图之内 就这五种颜色土 这应了那么句话叫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五色土这儿号 就是中国这个 全国的土地都在我这儿 那就说北京还有一个坛 叫仙冬坛 仙冬坛不在柳坛之里 啊 仙冬坛是每年这个 呃 春庚的时候啊 皇上上那儿种地 皇上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天下的臣子 都是皇上的子民 啊 啊我得身先仕逐 率先锤饭 我上那儿先种地去 其实他种地之前呢 这个八十们把这地扫子 已然给翻好了 肥都吃好了 他去象征性的拉了梨 啊 郭博种 浇点水 那有一亩三分地 先从他里边 现在是体育场呢 站同墙还有 这过去北京有句话 你到了我这一亩三分地 就拿哪儿来的 一亩三分地 到中午了 得仿人家 农民这坐西时间 啊 日说日坐 落日期 中午不能回宫吃饭 娘娘得 送饭去 啊 给 不可能像农村市 弄一把罐 弄点绿豆汤啊 弄点米粥上 咯俩咯 还有两块老爷儿前在 不成 哎 送点好吃的送那 他就是这么个意思 哎 取弄 现在叫作秀 我估计就到那儿来的 这个 啊 但是挺挺美好的一个段 啊 童林 进了咏的门 顺着这个 黄石的咏道王匪走 过了天桥 天桥这儿那时候有座 那个桥 那个桥是实际上是就龙须沟呢 那时候呢叫破扣沟的水 哎 上面这架子没有那么破墙 就破不去 啊 你听听其他的评书里边 啊 马术初诗啊 啊 这个康熙四访 冥冥偶还都说的 这有那么个小河沟 过了这桥再往前走 就看见五牌子 五牌子 现在还有 那地方还有就是在正阳门南边 啊 前面大街口上 这大门场东口那儿 那儿 狼头条那角上 那儿还有那股牌子 这过去的地 北京很多地名也是 也是这么来的 您比如说 东丹西丹 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 它叫东丹牌子西丹牌子 东四西四 叫东四牌子西四 哎 这学徒国小时候 我们呃 住在那附近 家大人还叫 哎 因为我住东城 四牌子就是东四 啊 单牌啊 就是东丹 哎 就是以这么个 取的名字 东四这块呢 这一直叫 后来叫东四 解放以后叫东四 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字 叫洪日路 哎 这个学徒记着呢 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 洪日路 而且有一个东西门里 有一地方 就是现在俄罗斯大使馆 那时候苏联大使馆 蒙口那条街叫反修路 你看 反对苏修社会的路 哈哈 海里灯 海里灯的叫反地路 对啊 反对北地路 有意思 文化解祖以后 这地面都改了 啊 咱们听着也亲切 红林看这五牌子 知道前面就是正阳门 李九百七黄生寺吗 啊 正阳门是内城城门 啊 正阳门 冯文门 东志门 西志门 啊 这个德圣门 安定门 府城门 宣武门 这是内城的城门 彭林到了正阳门 知道再往前走 那就是黄城了 黄城四四个黄城门 天安门 帝安门 东安门西安门 天安门过去叫城天门 啊 门口是西班界 彭林一想说这不能再进内城了 内城里边的就是黄上脚下的 顺着城城墙 没进正阳门就往东走 啊 进哈德门 哈德门就现在崇文门 啊现在那哈德门饭店 这地方还有呢 进了崇文门 顺着关道一直往北行走 就是刚才学徒说的地方 啊 这个东单牌子 往前走东四台楼 再往前走北新桥 这北新桥的地名有意思 这尤打这个明朝的时候 他就叫北新桥 但是说北新桥呢 他没桥 据说当年那时候不桥 后来就没桥 他为什么叫北新桥呢 刚才学徒教学 刘伯文建造北京城的时候 把北京城修成了一个拔贝纳的城 他是为了镇这两头镍龙 其中一条龙 当时的我们建造完北京城 这龙一龙也一想不成 你跟这儿建成 我我我我 没我的好果子事 我跟那儿待不住 我得走 他跟龙奶奶的老人口子一商量 就咱走 否则我能白走 怎么着呢 我得把北京城那儿的甜水都带出来 过去喝井水 有分甜水分苦水 那长门外是那个 有个地方叫甜水井 那儿的水好喝 后来为什么皇上都喝一泉山的水呢 北京城的水不好喝 我得把城里甜水都带走 龙行有云虎行有风 这龙爷他就是管水的 龙爷就把这个水 甜水都收到一个牛皮的大带子里面 让自己龙崽子变成一堂 大带子嘛 驴身一放 牵着就出西门了 刘光文在紫禁城那掐指一算不好 说北京城要出事 这水没了不成啊 这没水怎么活来的 他 这么着就拆自己手下的一根大将勾来 说你提枪上马 给我追这个水去 说你现在出西门 顺关道往西走 你看你一对老年的农妇 一对老头老太太 牵着一头驴 驴背上拖着一个口袋 牛皮的口袋 你拿着你手中的感觉 你枪罩着口袋上扎一枪 扎完你握回头就好 身后有什么生意你都别盯 你也别回头看 你就回来 高粱领领七十块马上出西门 简段结说出了西门 往北走 往西门一开 前面一老头一老太太 啊 牵着驴 尬尬尬尬尬尬 上面拖着一大牛皮的这么的大口袋 刚才那天前军事有令啊 拿着自己亮的一枪 罩着口袋 啪用一枪 扎完了拨砖马头 扭头上回头 他往北跑的那时候啊 跟您说我后几年都发了两个人 就听了身后这个台山倒海的声音 他还是看 哎呦这这这这什么事这这 我不能看 军事说 有什么事都不能回头看 这人嘛 跟您说啊 好奇心 您就是说吧 学徒啊 我这小时候我们同学有点事 就是那时候看这鬼片 是不是真子 还是叫什么咒怨 你别看 我还看呢 你别看 越不让你看吧 你越想看两眼 我倒瞧的多可怕 哎 这人就能靠其心 高亮骑着骑着马 往前走 听了后边声音越来响 什么呢 这是我不能看到吗 难道说 正好骑着一座 七十块马 到了一座石桥的上面 举高 临下 高亮 拨转马头回头一瞧 回 这身后边的水 就跟那一堵墙一样 你看看 喊笑 一堵墙一样 往前走 掌湿在高亮这马屁后 你不回头没事 一回头这水 哇 压得来 高亮就死在这 刘伦文 在宫里拆高亮走了 感觉不对 掐这一段坏 高亮出事 带着兵马 出了西志门 到时一看 高亮死在那桥上 这桥改名叫高亮桥 现在那地方叫高 高梁的梁 实际不是高亮 是高亮 那桥还有 现在还有 过了这火车道 从这个西志门往北一拐哪有 那学徒我去看 找到那地方 哎 就那地方 这是一条龙 还有一条龙在哪 北人家 说那条龙啊 刘伯文把这龙治了 这龙找了过 我跟他上来 说您 别致谎 他说我老是八交 我这人老少是气味 我说他我也不得好 那龙那不让你逮他那了 说那什么的 您扒下扒 我说放了可以 说你我呀 这儿有口井 说据说那叫龙眼 你在那城里待着 我呢 到时候会放不出来 我说您什么时候放不出来 说您这么一等啥 说这等这桥旧 我得放不出来 北人城市据说 当时有多桥 这龙回头看了一眼 是个木头桥 你想那木头桥 有个十年二十年不关了 就算石桥 有个八八十年也就不幸福 再说我是神仁 董忠财数日 世上千年呢 是吧 你就当一扬灰桥 你赶上一车沉甸 不是也能给压榻 是不是 这桥坏的可能就很大 有啊 结果呢 据说就在那龙眼那有口井 就下来 拿铁链锁上了 锁上以后 刘伯闻就把这地方 改成叫北新桥 这桥永远是新的 他救不了 哎 这有意思 据说那个地 那个地方 学徒我小时候家大人 带我们去过 说那那边有一商场 就闻家上哪 哎 这商场是石头所斜起脚 靠着这个东北脚那儿斜着 去过那里面 龙眼就在那警察罗子后 上场门前面 啊 后来好多人去掌头 听说修密铁的时候 好像也没找到这地方 这井是没了呀 还是怎么着 哎 我看过一个小文章说日本 哎 也是老老人回忆 那不一定是真实的 说这日本 在北京的时候啊 听说那儿有一龙眼 啊 小日本说我再看 打个井盖 里边是大粗铁链 日本说把这带过来 拉回日本去 小日本爱财 是吧 卡这拽铁链 一拽铁链 里面呼噜噜响 跟那水啊 搅动的声音 呼噜噜噜响 结果呢 这弄了点 弄了一卡车铁链 后来不敢带了 就在盖了 后来修密铁的时候 还有好多记者在盯着 专门啊 看到底有没有这口井 好像还真没想着 都是传说 传说 闲话少说 现在话就不少了 这确实得说是有意义 里边差点这个 小杨艳能讲的也好玩 同龄站在北京小时候 一看 这我上哪找这八十场子去 同龄怎么想的 我还得找八十场子 为什么呢 在北双城站的时候 打了人家之后 给我二十两银子 我在北京 我找十个八十场子 我二百两银子就倒走了 整台怎么合适 你打呀 同龄站那看了看 不知道怎么走啊 上哪去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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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忘记哪有瓦石厂子练乎的 这位 你瞧 大佬敢 一只粗大褂 被这钱拿着 这天都快黑了 下午了都 你找瓦石厂子 有点儿功耐翻 顺手往北一指 北伯要好几个 哎 谢谢 谢谢 没他这一指 就没有下一步同龄这步红云 这也是命的该着 该着当着 同龄游大本条往北走 走到那儿 成贤街的东口 成贤街就是咱们说的国子建 哎 现在还有 也叫成贤街 那是白了 那成贤街 这边是成贤街 往东一看 一片非常宏伟的建筑 啊 冲西一门 边上一旁门 同龄一看这就是佛 我 实际他不知道 这是庄园处 庄园处实际上类似于 现在的什么 哎 这个这个 机关事务管理局啊 啊 或者是叫什么 组务处我这一类的 管理这个庄园这个 内部事务 庄园处 冲西叶大门开着 同龄一看 抬头漫头 天 可就下了学了 慢慢得擦身 这个时候呢 路上行人就基本没有了 大里边谁出来 同龄一想干脆我啊 在这门洞里 我背背雪 我在这暂避一时 明天早上有什么话再说 到人这个门口一看 或 座位朝南 哪份是影卫墙 七栋的汉白玉台间 啊 上有门灯 下有懒灯 回市房 管理局 管理局 都知道这个啊 华主台 同龄一战呢 红旗大门 要不当时都不懂 这个红流旗大门上面有门钉 这肯定跟皇上有关系 过去说你老百姓家里 我再有钱 我们家盖 挤进大院子 你也黑漆们 你不能漆 红流漆的门 啊 后边书里还有交的 北京城 天资脚下大帮之地 盖房也好 使什么色的 油漆也好 用什么色的 这都是有尺寸的地方 你不能下屎 也不能下屎 同龄不知道 一看呢 大门的 靠东 有一满道 咱都说啊 上门灯下有懒灯 这懒灯 什么模样究竟 学头身见 这真事 小时候住家那边地方有一个 也是清朝的一个宫府 啊 这个是个大官的宅子 那时候 他那院子巨大无比 就是 现在去说起来 也得是 站一条街那么大 三进的大四合院 文化大和命的时候啊 那院才批斗会 我们这个刚上学那时候啊 这个得跟着老师一块参加批斗会 这门口 当时的上马师下马师双马庄子 这都 上马师下马师有双马庄子 没有 当天有双马柱子 双马柱子 双马柱子什么样呢 因为他那房子是做北朝南的四合院 东南角是大门 背面一溜 再叫倒座 就是南房 南房呢 过去北京盖房也叫四梁八柱 也叫旷架节奏 实际很科学 哎 他这南墙呢 有柱子 先把架子盯好了 有柱子 你盖上这墙以后 在柱子那口上 有这么一口 有这么一小口 用石头做一个 那些小门特漂亮 里边是一大环子 那双马的 那双马的柱子 咱们见 双马庄子没有了 上马师下马师太沉 谁也搬不走 那还有 这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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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模样啊 不是说像咱这个 那一套大板凳 那样子不是 据我记着 因为这事儿有四十年了 四十多年了 这盘墓的大概齐有 有五十公分宽 建方呢 这么个大墓 里边两条火 一边两条火 这放在这儿了 在这个 凳的灯件 比如在这凳的灯件 这有个大铁环子 铁环子一支大铁链 地铁的东西大钉 你砸进去 这搬不走 实际说 你那么大了 木头也不一定能搬走 但是你来六小伙子 照上去搬走 哎 所以说呢 那时候就把这个 弄一铁环子 刷钉的地去 防止偷跑 这学偷跑还真贱 同学一看 考东墙 大门洞里头 有这么个懒凳 得来 我在这忍一宿 明天早上起来 有什么话再说 外边下了雪 门洞里边 雪进不来 虽然有点风 天气有点寒冷 但是呢 这比外国强多 同学盘腿做好了 把自己的钱搭里 这支少马子摘下来 放在这个懒凳的头上 盘腿打坐五星朝天 同学做运气 虽然饿 但是调整自己气息 身体能暖过一点 到了后边下呢 雪停了 风开了就住了 天儿这好多了 天交五谷刚过 天交五谷为什么能知道呢 那时候北京陈锋五谷 这个鼓楼那儿有鼓楼有中楼 离子也不远能听见 五星刚过 天光放亮 同学那儿正然做了咋做呢 胡廷德身背后的门环声响 呱 门环左右开了 蹭蹭蹭 从里边 窜出十几王兵 王兵一个个的 背儿精神 被雷霞跨叼刀 厌别是站在门口 把同学给引在身后 前面这两个兵 什么意思 这杂党写的 太快了几位 正然这时候 听里边脚步声音响了 犹打里边出来撒人 前面这一位 身高大概在七十左右 头上那一个海龙皮的霸子 身穿着 墨黑色的雕卦 上面配着大三尖 三尖就是一个 硬的 类似于咱们现在 黑尖那种 而是一个雕卦 是一个斗篷性质的东西 大兴国友组织 这是冬天 什么级别人穿 穿什么样的皮袍 穿着雕卦 脚底下蹬着一双 橘黄色的沟尖沟 沟松轩 红林不认识 这长得是西眉长木 面色结白 三十多岁的年纪 身后跟着俩王冠 这王冠一看就是太太 两位太太 出来这位是谁啊 书中交代 这就是康熙皇爷的四皇子 顾山贝罗雍亲王爱亲绝罗印真 他后来的雍正皇帝 他住这地上 就是现在的雍和公 啊 承接这种伙现在雍和公 王爷这两天心里高兴 为什么呢 前一日子 康熙老婆也传一下旨意 让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这个 这个印真的儿子 红帝 后来的前皇帝 进宫 在南书房读书 读完不但在南书房读书 回来以后不能回家 康熙老婆也亲手教的写字 而且传出话来 说这孩子日后啊 他的造物得超过我 得超过正当我 得造的孩子 这印真一清这心里高兴了 您琢磨 康熙老婆那是皇上 一言丢的 他说今后 弘历这造物得超过他去 那他也得当皇上 这不能说这爷爷直接 把皇位传给孙子 他得传给他爸爸 他得传 那就是传给他 他心里高兴 还有一件事呢 他也不太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呢 正好这时候边关 暂时吃紧 康熙老婆拆赐自己的十四皇子 也叫隐忍 拆赐十四皇子 上这个边关 封打将军王 前去前王护驾 前去保卫国家 临走之前 准他可以使用明皇 不但刺他明皇团龙马冠 而且准用明皇 你说这用个色这个能有多的关系 关系大了 你看过去北京啊 这个咱就说这个皇上家的颜色是明皇只能皇上吃 您上故宫啊 您看见故宫这个房顶流里把 金黄流里把 别地是橘黄 是姜黄 不能是明皇 北京城这个流里把怎么使 学徒我还真去过 京西那地方叫琉璃鹅 向老师傅请教过 两种颜色不能随便使 一种是明皇 就刚刚说故宫房顶那个 这是皇上家的东西 您没那么造啊 您压不住他 还有一种颜色 什么颜色呢 您各位上天坛 起年殿 还有元秋这个边上这一圈流 那颜色那个蓝的 跟别的蓝不一样 它有专门有个称呼叫天坛蓝 这个天坛蓝跟天蓝不一样 天蓝就是明蓝 天坛蓝的它蓝里边透了一种籽 取籽气中来 这两种颜色不能随便吃 这两种颜色不能随便吃 现在改革开放 是吧 您什么都可以吃 您这个您看 您能于饭馆 您想黄琉琉 那回我学徒参加人婚礼 晚上去我发了个微博 我进门吓了一跳 屋里沾六个格子 这位穿了 这格子是领奔 大厂厅里这女士穿一个明黄色的大旗袍 上面一条大缝 我说 娘娘您这是什么差事今天 我说我们被您服务 我说您这娘娘被我服务 我得成什么了 你说这 好 这这这这这又知出去了咱俩 啊 这这往转回介绍 准刺自己十四儿子使这个明黄色这个 这个 这个 因真意想心里不说 这怎么回事得想 一想毫无 明白了一点点儿 但是也不全明白 他才明白康熙老婆爷的心思 那他就神了 他在这想什么呢 康熙老婆爷呢 是马上的皇帝 文治武功 啊 亲征一来 捉败灭三藩 收负台湾 亲征准噩尔 那是马上的皇帝 啊 上马安天下 提笔定文章 那确实有能力 文治武功啊 天下圣主 说我这个是不是 因为我这个 文采不错 但是我这个武艺不行了 十四弟的武艺比我高强 但是文采也不足 人永远是拿自己的优点 比别人的缺点 啊 一想干净我练武 还练武 这岁数 您练武 再说您这金枝玉叶 您练武 练武得受苦 要向人天显贵 那就得背后受罪 练武练武 哎 但是呢 结请了个老师 打山西 打山西太阳府花街寨 请了一个叫花枪 是人姓花叫花旺 花旺 花旺 花东春 花一块是这位 啊 就说的挺好啊 先说天后河山说大啥 大啥鸡蛋 我会上公布深 跟他去 在王府上当教职人 这个 庸亲王你们真有个爱好 最爱看雪景 按道理说 下咱们大雪 那王府门口呢 早上起来 王爷想出来 那壁里打倒的干干净 尽全不染 是不是 门前三包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不能扫 谁不敢扫 谁不敢走 啊 你等王爷出来看发的雪景 心里高兴了 哎 您再扫雪 王爷出来看醒醒来了 一看门一出来 童林醒了 醒了 醒了一看这么多人 这么多王兵 中车展三人的位置 蹭 童林站起来 童林一站起来之后 这几房门一看边有人 嘎嘎嘞 什么人 这边上这王冠就过来了 小崽子 这你也把王爷给吓了怎么办呢 啊 你这不长眼的东西 你听个说话 童林名门这位是带的 在宫里上班 真吓您 您真随恶的 哎 童林赶紧往边 我在这站地一时 我这 风雪太大 马上走马上走 童林说走 左手 就抄自己这个 前大臉 拿上马子 一拿 没太拿好 也是有点紧张 有点害怕 嘎嘎 这上马子掉地去 这里边装着 童林的那位兵人 泽武鸡 找个鸳鸯去 这月的尖可就露出来了 把一扭香 回头一看 我 生带兴气 你必是匪人 来啊 拿我的骗子 把他送去天里 从厅里 什么厅 不是 那时候是圣天府 在管四路飞骨厅 这个 就是现在庸库公这地方 归过去大型县管 西边有打这个 从子武县分 西边归晚宁县 东北归大型县 大型县县 县衙门在哪儿啊 也在北京城那儿 那大型胡椒 现在是东城分局 大概在那个地方 还有胡同名字有 但是衙门口依然没了 这送的非不厉害 送的厅里 通常赶紧抱歉 说 噱头我并非匪类 身在冰刃 我是为了防身护体 我是个练武之人 今天走在您这儿 我在这儿战毙一时 这王爷这脾气 一般人摸不透 您也不知道 哪块您再犹豫 他以前童林是个练武的 举目抬头看看童林 看童林身高八十左右 长得很憨厚 两只眼睛 朔朔有神 虽然说面子上 带着一点疲惫的样子吧 但是看得出来 是不像个匪人 像个忠厚之人 王爷会算卦 不是 这是跟那位花老师 划往花风村 我教你看这练武的人 看他眼神 定睛则有 转睛则武 说这人眼神饱满 啊 逼时 你可能这样气 说这人你看贼人属眼 这都是好人 王爷你看 哎 这不透 说你哪人呢 京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士 上北京办什么呀 上北京我呀 投心不成 童林这说了一下话 投心不成 不计 没找个亲戚没找个朋友 我呢 准备找个差事 王爷 你不能少口饭吃 所以说这人就怕走运 人走实际 把走标落在砖走楼盆脚 娃一丢 啥那口饭吃 他还不容易吗 哎 就叫边儿给俩郎官 俩郎官 一姓何叫何春 一个叫何吉 是哥俩 差个几岁 俩人都是几岁近身 哎 当差 到宫里边儿 到宫里边儿 给皇上当差 当差 当差的时候呢 不错 哎 那会儿岁点不大 前一段时间 刚封的印证是庸亲王 康熙老外赏了他们两个王冠 把何春何吉 哥俩给赏给他 说啊 哎 这更像太子 说这个 咱们府里的庚头 不是刚死了吗 这么着 让这个同龄 赌个个庚头 胆子上轮住 嘿 这何春一青 他还是走运呢 你这个 他那背哪儿去 你来个庚头 走吧 咋子也发话了 何春 带着同龄 到中原住 就是 在内务处 在宫里边儿叫内务处 内务处 补了个名字 也没有身份证 也没什么占助证证件 什么都没有 补了个名字 何春带着同龄 就到了庚头 到了庚头 推着大门 进了一个小院子 几间北房 推着门以后 进去一桥 屋里两盘大炕 一边一排 屋里大概有 那么的三四十人 这王府里边 一共有四十个庚夫 两个庚头 这正在这庚头呢 前一日子辞职不干 回家了 跳槽了 现在就有一个临时 在这儿叫副庚头 带管着这点庚夫 这位姓张 叫张谦 大伙子管他叫张老谦 不是说老谦啊 张谦 哎 老谦 何春一喊 张老谦 哎呦何老爷来了 什么事呢 一看何春身后不带离人 三十多岁 挺魁梧 背着个钱搭的 一身裤大褂 跳大辫子身后不肥着 哎哎哎哎 这老谦我跟上过来 这是咱们这儿新来的庚头 啊姓童 叫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童林 啊童林 你们以后就叫他童头 那时候我还铁头呢 童头 那姓童 赶上这姓氏了 没招 哎呦 各位庚出过来 啊童头 何春可就早了些的色网 那两盘大抗 靠门后边这儿 童林盘了一副 单人那小胖 这是庚头住 前来庚头走了 这正好没人 哎呦 这您就这儿 您就住这儿 他童林坐在这儿 坐着一看 这上面就铺了点喜酒 一包毡子 什么都没有 童林也没带行李 他就背着个钱拿着 啊 说那些 童老千一看 这童头来了 您那行李啊 哎哎 我没带行李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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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你们谁有俩背后 我还有俩褥子 那腾跪的给头 这一说 我这儿有 我这儿有 童林说 我谢谢 我十好几年睡觉 没铺过骨 也没干过白骨 习惯 就这么着 到发了银两以后呢 只知些个观想来 我再去治吧 哎 哎 来来来个七茶吧 哎大茶壶 提亮大茶壶 漆上的 点膏 哎 漆上出来 童林喝了没水 本来这肚子里面没水 喝了点水 这肚子咕噜咕噜乱响 童林就问那张钱呢 我说 那张头儿 咱们这顺库开饭 好 好 那张头儿一想 您这边老家饿着呢 没关系 我 我带您吃饭去 你们的童林 奔火棒 这老天人还是不错 很实在 把自己老伴给送的那老爷儿鸡蛋 揣着柳子揣着兜里 带着童林走 从大静的院子出来 往东走 过了一小院 小院不错 看还挺自知 Debbie 冬林说 这就是王爷住的地方 老前说 你知道什么诶 王爷能住个热热摆吗 那儿 后院能大 这是教师爷住的 教师爷住这么好的院子 有能的湘西的 冬林说 山西哪位名家 虽然我不认识 但是我临下山的时候 我的师父也跟我说了 说哪有一些个名挟名建 说这位 哎 怎么称呼啊 山西太阳府花家寨姓花名望自从春 人称花枪将 那你说不认识 没听说啊这位 人在说也许呢 寒寒几日认识了就好了 接着往前走 到了大宝王 推车门一进去 呵 里边热情疼 一位大师傅迎出来了 你看张首带一个人不认识 张首带一个人不认识 我给你介绍介绍 这是王师傅 咱们这儿的大厨师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哥哥头 姓童子的童童 来 您先坐前坐 让彭林坐下 彭林一看这王师傅长得太好玩了 这位身高大概六十多不到七十 肚子太大干了 长肺子这人呢 肚子太大 你看哎呦王头您这 挺好啊您这个身材那么好 哈哈哈哈 刚才说我这都长肺子 我这有什么好呢我这 东西说我跟您说您这肚子有用 有用 这有什么用啊 您要是吃饭 能四个菜一个汤没桌子 您直接放肚子一样吃 哈哈哈哈哈哈 您这不打我开玩笑啊您这不是 嘿嘿好 说您哪里我给您端饭呢 这一说一笑 大伙一乐 这气色很浓炸 端了一破了老米饭 您这老米饭 据说大清国那时候啊 诶 从大这个 齐人静观以后 啊 说这个孩子 吃齐人的孩子 只要一出生 每年就有 有米 就有老米吃 咋尽量 这叫铁板装米 嗯 据说都是东北一代大米 非常好吃 蒸出饭来喷香 端了一口汤饭 拿过一碗 拿过两碗 那您放口 那个菜呢 我给您端点咸菜 待会我再给您弄个汤 早晨起来 再加上您又不是什么 呃 府里边的官职人员 您的羹呢 羹头 能吃得也不错 彭林 台头看了看王师傅 看看这个饭婆子 咱们这个 您一顿赏我 几碗吃啊 广告 您随便吃 谢谢您 彭林一手一个大碗 照这婆婆子咱们一掐 一拧个儿 把这碗拿过来 冒尖的一大碗 这我 这掌前一看 童桃明事 饿格是咱的 哎 我可不冒过来 看两天一起 我水一米没打压 那你赶紧吃 我把这给您带了六个老叶鸡蛋 哎 谢谢您 拿过这来 老叶鸡蛋 连皮特没包 等着在里面 连皮特小了 我说您别着急 我和您包皮特 他那里包皮 就这样 他那杠尖的米饭 从您吃了十二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师傅给做了碗高汤 这 我为高汤就是这 哎 有点酱油啊 撒点盐花 这这这 就得了 就那么那么 开水 从您吃饱了喝不过 哎呦 我可吃个饱饭 可不怕您算呢 有打他从这个 老师那离开之后 离开双熊镇 这一路上 虽然有个二十两银子 省吃俭用 他可没敢吃太饱 没敢多花 今天到这可能吃了那么饱饭 吃完饭以后 哎 谢谢王师傅 谢谢王师傅 张谦 带着佟领 回转登房 这会吃饱了 肚子里有神了 佟领有精神了 坐在屋里一看 哦 两三大炕 行李在那摆好了 墙上呢 盯着架子 上边放着木板子 木板子上面摆着行李啊 和这其他人的日常用品 衣服或什么的 哎 那墙上挂着两根干子 您说这整根干子干嘛是呢 哎 同头我跟您说 咱们这府里头 打羹 不能敲帮子 不能敲骨 也不能敲骨 咱就拿这干子 这叫羹干子 这羹干子看着 不起眼儿 五指楼长 两边呢 用铁皮封着 说您可别小看那干子 这干子里边 就是灌的水银 哎 一头尘 您拿着这干子 二斤天 听骨龙那边 有 打二斤了 您拿着干子照着地下 咱们 啪啪一冲 两下二斤 啪啪啪三下三斤 好 我您说这 打羹这 咱们这府不正式 您别着急 我带着您走 咱们一共有两条羹道 一条里羹道 一条外羹道 咱们这四十个东夫分两班 三斤换班 前半院二十个人 后半院二十个人 哎 您呢 呃 待前半院也成 后半院也成 都听您吩咐 一个将军一个列伍 听您的 同学说 这么着 哎 我来了咱俩 我的规矩 前半院 归我 你们四经接班 老师 你们四经 天快亮了就 鸡兵雾骨吗 五经天天就亮了 不四经我得接班 啊 没事 四经接班 我要来叫你们嘞 你们接班 我要是不叫你们 你们接班睡 我一人盯一宿 哎呦 先生 您最好别叫我们 太感谢了 他为什么这样 不是说同理有多高的去 阶级觉悟 啊 说我这个 那么负责 不是 他是为了练功 怕别人吵你 你带着二十个工夫 你这转起来 你说你们转去吧 我是练功 他还怕人知道自己练功 简断结说 同林同百川 在这儿给他住去 一日俩两日三 每天晚上 前面 定星十分 那定星按现在时间说大概八点左右 哎 这个三星天呢 就是夜里十二点 看来住 基本上是这么个时间 啊 不太准确 大概急着 定星起 同林 拿着这五尺多长的羹竿子 就在这王府里外 每天这样 一日俩两日俩三 同林有时候走着走着 自己也坐 说我同林虽然说到了王府 啊 在王府门前 转闭风雪 受王爷之义之恩 我到这儿当差 给了我个羹头 每个月大概七 能挣个一两二两个银子 那一年挣到多少钱 是吧 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 雨门三街浪脚平敌一声雷 我才能够 同林正然转着 转到西边书房这儿 一看北屋点着灯呢 知道王爷在里边 可能是看书啊 可能是写东西奏折 这在西边小牌外 五间北房为上 三间东房 三间西房 没有南房 南边一堵墙 当劲扒了个月亮门 没有这个 打木头门这么的关键 同林 顺着这个南墙 往前走 走到月亮门这儿 转身出院子 耳轮中就听得 东乡王爷 哒 娃楼下 练武之人 特别是同林的功夫 那练的是吉思臣全守夜子功夫 言观料路 耳听八面风 一听不断 这楼上来了一夜行之人 说这声音 到哪来的 这个夜行人 您说他没功夫 没功夫 他不能够一翻身上房 说有功 有功外成出声音 哎 这个咱们 咱们简单说这么两句 他这个房子 不像是房租的正房 金碧辉煌流里吧 就是普通的 这个荤马 北京很多房子 灰瓦 瓦分阴阳一阴阳 扣这瓦 这个瓦与瓦之间 按理说 都应该是拿灰 紫密上的 他也许有个地方有空隙 或者年深日久 被风搜的 哎 里边有空 平常没事 下雨的时候 比如您听 这个雨点砸的那个 石的瓦上声音不大 砸的空的瓦上 噗噗可能有声音 哎 老房子过去都有这问题 他可能有空隙 这个夜行人 也读千宗 在后坡上 整走的这瓦 可能有点动力 这么一挫 这两把一挫 咔一声 一般人听不见 童林那是武林高手 以前东厢房上有人 一拧身 童林可就影在这墙外 童林越南门 往里关桥 东厢房上 露灰真脑袋里 在中几上 长几半个身子 往院内关桥 童林 举个台头一看这位 大概七尺左右 八尺身高的样子 上身穿紧身小好 十字半容成 纯层排骨头 脖后板 垂着灯骨头 甭问 这背着刀 身下部 看不见 一边这儿有 挤挡着 脑袋上 大便子在头上盘着 卷爬包头 一看这位 往西方那里扭脸 西方那里有一位 看这样 像个驼头合成 长发这儿呸 前面一个法姑 这个法姑就类似于叫武松 您看那个 驼头果然是戴法修行 吃病 后门书咱们得教的 这人不是个真和尚 也不是花和尚 这咱们俩人 童林一想 这儿有夜行人了 这府里可有教师爷 这位教师爷 这时候就应该出来捕捣拿贼 一点根本就没有 按理说 我作为一个打惊的 我喊一嗓子 有刺客 我就算尽道之走 啊 就跟那碰人的说 别来骂 光荣地完成任务 童林 童林 刚想喊 转眼一想 不成 按按按叫着自己的名字 童海川 童海川 你在江西沃武山 金鼎玉皇冠 练武衣士无载 奉师民下山 别拆天地 另闯一家 今天碰着这么个小贼人 你就竟然连 跟他动动手的 这么点胆量都没有吗 你有什么可能性 今后再不独 独闯一家呢 童林闪身行 进了院的门 脸稍微的往上一抬 冲楼上来 房顶上二位说句话 何字 并肩子对头 高手扯话 这什么意思 这是江湖处云 那何字就是 两个 并肩子 我也是这样 对头 高手 我在这混饭吃 您高高手 您走就完了 楼上边房顶上 这两位 有点嘴不跟腿了 房顶上那两位 听敌人说话 跟他吊坎的 明白啊 二位一想 你说一句话 我就走了 我不可能啊 那回太丢人了 王爷 这两位一想 两位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这边 哥俩这么多年的熟悉 俩人全明白自己 稍微的 做了个手势 俩人飘身形象的下方 从凯川 才有战二小 吴小 闹王国 好 好 好